北方山島 年花雨 紅家雨 花瓶雨 然後底下是鼻頭腳登場 2024年9月14號 禮拜六 晚上7點05 今年的第一次 100次冷凍流水 幾年已經有急 經過 再加上載 handle 再加上載 再加上載 降下載 另外一邊 加上載 開頭 沿著 船找了 我想說奇怪這邊怎麼有的椒鹽 以前沒看過啊 這不是 這應該不是那個 不是災難啊 這就不是災難 我沒有要拍災難 我覺得很奇怪這邊多的椒鹽 只能一艘船翻在這裡 這是上次那一艘火燒船嗎 我不確定耶 這個不用報警啊 附近沒有人 沒有人在求救 而且 這裡已經一陣子了 這個不是災難啊 這不用報警啊 對啊附近都沒有那個 你說如果翻船的話 剛翻船的時候 旁邊一定會有一些那個 還是 船上的裝備 這都沒有 這邊還有一隻鳥 這是鴿子嗎 太遠了 這是鳥嗎 我確定耶 這是鴻滿符號嗎 呵 真的不會翻在這裡吧 就是 撈完以後就 翻在這裡嗎 有可能喔 可是上禮拜來沒看到耶 上禮拜 禮拜 一二三次我來都沒看到啊 這我覺得不用報警啊 這不是 這不是災難 這邊有人在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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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在這裡 翻在這裡 這是紅的 好 然後,燒完以後,會搬在這裡吧 來,剛才在這個位置,先看一下廣角 畫面中間有沒有,再放大一點 再上方一點 中間這個位置,中間這個位置 對,這邊有一艘翻船 坚勻漂亮的 沒有要當災難型YouTuber 沒有那麼多災難的啦 只是碰巧剛好遇到,你看喔 我已經來100次了 一年的話大概可以 二到三天來一次 所以我來這邊機會很高 不是說我來都會拍到 是我來的次數太多了 才會看到 只是說,它也要發生我才能看得到 不會吧 看看這邊 一船過來,先看第一艘 第一艘明顯是海巡的 你看一下,海巡過得更好 海巡那一船特別過 海巡那一船 那個真的有貓蜜嗎 不過海巡過來就好了 對,像神的那個 旁邊認訊號是海巡船喔 欸它回頭了,為什麼 來確認吧 應該還是有民眾報案 沒有來看 還行一行嗎 看了一下就走了 回頭了回頭了 還行回頭了 OK了 這不是什麼 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是可能真的是 宏滿符號的 來這邊確認一下 還是今天浮起來 就前幾天來沒看到 不過基本上海巡來確認過就好 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太大問題 今天天氣不錯 今天天氣不錯 來我們看一下鼻頭角燈塔 鼻頭角燈塔往上 哇今天的花瓶雨特別清楚 對 對 這是花瓶雨 北方山島之一 今天北方山島都看得到 欸欸欸欸欸 欸有鳥欸有鳥 這誰這誰 鴿子鴿子 這是鴿子啊 花瓶雨 花瓶雨 今天花瓶雨特別清楚 好 我們看一下北方山島 繼續看喔 繼續看喔 紅家瓶 紅家瓶現在再來 綿花瓶 綿花瓶 今天棉花瓶也不賴捏 好 今天的棉花瓶上面的那個 綠色的那個 整個山形啊草啊 都覺得還蠻清楚 好 這是棉花瓶拉到最大的 我已經拉到最大了 右邊是棉花瓶的屏風園 上面很多那個 上面很多白褲金 然後 棉花瓶 棉花瓶太近了啦 再說一點 這是棉花瓶 我去過一次棉花瓶 然後再看 彭家瓶 來 再說 到了 彭家瓶海面 我們到了彭家瓶海面 大概這樣子 彭家瓶能進來 仔細看中間 中間的那個 中間有一個燈塔 燈塔 我看能不能拍清楚一點 有 有吧 看不見 啊 對家糊掉了 再次再次 一隱約約 其實可以看得出 有的燈塔 不是雜訊喔 是燈塔 回去再調一下那個曝光 應該就有 好 北方三島 然後 年花瓶 再把 紅家瓶 欸 花瓶雨 然後底下那是 鼻頭角燈塔 花瓶雨上面的那個海浪 都看得 看得一清二楚 真的 真的 真的太輕了 天空太輕了 天空太輕了 我們再看一下那個 彭家瓶的燈塔 彭家瓶的燈塔 GO 好 有沒有燈塔 走吧 欸 過中間了 彭家瓶的燈塔 彭家瓶整個在行當地 好 收工 在當山島 加油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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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